各位朋友大家好 美东时间1月15号 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将代表中国和美国总统川普 在美国白宫举行这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 这次刘鹤到美国来 人们非常关注的一点 就是这次刘鹤他有没有习近平特使的这么一个头衔 因为前几次刘鹤到美国来谈判之后 他曾经是有过习近平特使这么一个头衔 那么这次刘鹤到美国来 他并没有习近平特使的这个头衔 那么刘鹤的这个习近平特使这个头衔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就有学者认为 刘鹤说如果没有习近平特使的这个头衔的话 他就是只代表中国政府 不代表习近平个人 但是刘鹤如果有了习近平特使的这么一个头衔的话 他就不仅仅是代表中国政府 他还要代表习近平他的个人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这次刘鹤他是没有习近平特使的头衔嘛 所以他只是代表了中国政府来签约的 他没有代表习近平来签约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一次签约好像跟习近平就没什么关系了 那中美贸易协议就是这个锅啊 就是让刘鹤和中国政府来背 习近平就不背这个锅了 当然了这个只是习近平他自己一个人叫做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不管是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 大家都认为这次的中美贸易协议 中方的总负责人就是习近平 刘鹤他肯定不是负责人了 虽然这一次中美贸易协议当中啊 他这个总负责人是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他就不肯出面啊 就是要让刘鹤来做他的替身 替他签协议 因此啊 有人把刘鹤就比作了李鸿章 就是刘鹤跟李鸿章啊 好像就是都是当年签那个所谓丧权辱国的协议 但是刘鹤和李鸿章相比那是差得很远的 所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李鸿章和日本签这个马关条约的时候呢 李鸿章的头衔啊是中方全权代表 他是有最后拍板权的 就是最后签不签协议 还是签什么样的协议 他是由李鸿章最后他拍板决定的 那在李鸿章去日本谈判之前 他曾经就是向光绪皇帝啊 就请示 说是要求给他叫做割让领土的权利 这样呢他才能去日本谈判 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和日本谈了 当时候光绪皇帝啊 就同意给李鸿章这个割让领土的权利 但是呢就是让李鸿章啊 尽可能是多赔款少割让领土 那么后来人们说这个李鸿章他卖国啊 就是因为李鸿章啊 当时是作为中方的权权代表 他是签这个丧权辱国条约的嘛 如果说李鸿章他不是权权代表 那他也就谈不上卖国了嘛 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李鸿章 他这个所谓的签了这个卖国协议啊 还是有一定的叫做情有可原吧 但刘鹤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最后的拍板权 他签不签约不是他说了算的 所以呢把刘鹤说成是李鸿章啊 是不是很恰当的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叫做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这就是说啊将军啊在外面打仗的时候 他是可以不听从皇帝的命令 就是皇帝有了命令 他有临时的处置权利 不一定非要去听皇帝的命令 那反过来说的话 那就是说皇帝你要派将军出去打仗的时候呢 就应该授予他全权 这样的皇帝就是说对将军的要求只有一点 你给我打胜仗就行具体怎么打 完全是将军自己去判断 皇帝是不干涉的 所以当年大清国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 他们派李鸿章到日本去谈判 也是遵照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 就受以这个李鸿章啊 那种全权给予他最后来拍板签不签协议 签什么样的协议 都是李鸿章最后说了算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也是 叫做相信啊李鸿章 一定他是忠于大清国的嘛 他就相信李鸿章签的这个条约 一定是为了大清国争取到的一个最好的条件 所以呢 这就是对李鸿章一个绝大的信任 但是现在习近平派刘鹤跟美国谈判 他就没有遵照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 就是没有受与刘鹤这个谈判的全权 也就是说 习近平其实对刘鹤啊 并没有那么叫做非常绝大的信任 刘鹤和美国方面谈判 等于说每谈一个条件都要向习近平请示汇报 首先呢 这样一来就让这个谈判啊 时间拖的是非常的长 也事实上造成了刘鹤和美国谈判的困难 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的话 刘鹤和李鸿章相比都差得很远 要把刘鹤比作李鸿章真是不合适 刘鹤其实啊就是习近平的一个替身 我们从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了 川普啊对北京这个对付的办法叫做萝卜加大棒 一方面他用这个大棒啊把北京打服 另一方面又给北京啊喂点萝卜 让他们感到有出路 那么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协议之前 美国啊就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要把中国移出叫做贸易操纵国的名单 当然这个声明啊可以说象征是大于实际意义了 但是呢你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啊释放的一个善意 就是给了北京一定的面子 但是美国这个除了萝卜之外 他的大棒也不会少了 美国的第一个大棒啊 就是在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签约的前一天 那么美欧日三国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的补贴规则 美国日本欧盟提出了这个新的政府补贴规则呢 虽然其中没有提中国的名字 但是人们一看都知道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的 如果说这个新的规则中啊 他有什么协议就是什么规定的话 其实这些规定的那些东西都是针对中国去的 比如说他里面禁止政府补贴扶持僵尸企业 这种政府补贴扶持僵尸企业 其实只有中国才发生嘛 因为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 他成了这个僵尸企业之后 政府呢还继续给他各种各样的财政上的补贴和扶持 其实中国国内有很多人都呼吁啊 说是要求政府要停止补贴那些僵尸企业 所以这一次这个新规矩啊 就是根据中国这个特征啊 给中国量身定就是给中国量身定做的 但是呢 中国如果遵照这个新规矩的话 对中国本身来说也是只有好处 没什么坏处 因为中国政府去扶持那些僵尸企业 对中国经济没有一点的好处 那美国的这个第二个这个大棒的力度啊 就更大了 就是在前一天 就是在这一次签约的前一天的1月14号呢 美国官方啊 突然就传出来一个比较震撼性的消息 他就说啊 美国目前的关税啊 将维持到第二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之后 这也就是说呢 美国现在对中国2500亿美元的关税啊 是25% 另外还有1100亿美元的关税是7.5% 这个关税呢 将一直维持到第二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之前 都不会被取消的 那为什么说这个消息具有震撼性呢 就是因为人们本来预测呢 美国这个关税啊 他将会根据中国方面的这个对协议的履行啊 会逐步的会取消的 也就是说啊 中国方面履行了一部分协议之后呢 那么美国方面就要取消一部分关税 可是现在呢 美国就方面放话说 说目前这个关税啊 一直要维持到这个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前 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因为说过嘛 这个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啊 将在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才进行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美国等于说要用10个月的时间来考察一下 北京履行这个承诺是不是能够真的履行 现在呢 等于是美国公开扬言啊 他要考察北京这个旅行协议的情况 这当然也是因为过去啊 北京一直在这个旅行协议方面啊 做的是非常的糟糕了 所以呢 美国就很担心啊 这一次是不是签了协议之后 北京又不履行了 所以呢 他们要把这个关税啊 作为考察北京 是不是真的要履行这个协议 一个叫做施压的工具 那美国是公开扬言 他要考察北京 说你们是不是履行协议了 这个对于北京来说呢 当然他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面上不是太好的事情 但是说呢 北京其实他自己啊 是默认就是美国可以保留关税 来考察他们是不是履行这个协议 是不是履行这个承诺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啊 美国要把这件事情给公开说出来 但是这次不仅是美国 他把这个事情公开说出来了 还是由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啊 他亲自来说的 这就让北京啊 是感到真是非常没面子 这也是因为过去北京 他一直说 就是不能在这个枪口 顶着脑袋的情况下签协议 也就是说不能在威胁的情况下签协议 那现在美国就是公开 就是放话了 说是他们要保留这个关税啊 就是为了对北京的这个威胁 就是要对北京施压 那么北京这次签协议 等于就是在那个枪口的这个 顶着脑袋的情况下 在美国这个威胁的情况下 跟美国签协议了 那就让北京当然感到很没面子嘛 让习近平也是感到非常没有面子 因为现在习近平成了中国唯一的代表 北京没面子就是习近平没有面子 那这次中美贸易协议呢 还有一个让北京啊 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面子的问题 就是这个协议里边呢 会不会出现就是美国要求北京采购的 采购美国商品的那个具体的数字 因为在这个中美协议当中啊 如果他出现一些对北京所谓不利的条文 如果你是采取那种比较含糊啊 比较抽象的说法 那北京跟国内交代时候 他还是比较好糊弄过去 但是如果是出现这个很具体的数字 比如说北京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商品 具体多少多少亿美元的话 那么这样呢 北京跟国内交代时候 他就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所以说这次是不是在这个贸易协议当中 会出现具体的数字呢 这就是这一次中美贸易协议一个很大的看点 那根据目前传来的消息啊 美国方面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啊 他会给北京是留一些面子 那根据美国政府正式的公告啊 中美贸易协议呢 他的协议的具体内容啊 是在1月15号双方签了协议之后 他是正式向全世界公布 不过呢 还有一个叫做机密的附件 他的内容是不公布的 不公布的原因啊 就是要涉及到这个中国方面购买美国产品的具体的这个数额 这也就是可能啊 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协议当中呢 他是写明了北京 说是承诺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商品 但是具体的这个数额呢 是暂时保密 那如果北京是按照这个秘密附件 规定这个数额去购买美国的商品的话 那么美国方面啊 也就会不公开这个秘密了 如果是北京不遵守承诺 他没有按照那个规定的数额去购买的话 美国啊就必然要公开这个秘密附件 也就是作为啊 北京说你不守这个承诺的一个证据 所以呢 现在美国他公开说他们是有这么一个附件的 这个附件就是记载了北京的承诺 也就是说对北京等于是另外一种施压了 美国等于是向北京说啊 我们暂时替你保密 如果你要是遵守协议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保密就保下去 如果你不遵守协议啊 这个秘密我们就是要揭穿的 不过呢 虽然说是一个秘密这个附件了 秘密协议了 但是呢现在外国媒体啊 也透露出来一些所谓这一次呢 北京具体要购买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呢据说啊 北京现在已经承诺 说是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他们就要增加购买8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还要购买超过500亿美元的能源商品 就是购买石油天然气之类的 同时啊 他还要增加这个购买 大概350亿美元所谓美国的服务 估计呢这一次这个秘密协议当中啊 那个购买的清单是已经有了 只是呢 暂时呢 他不对外公布 他作为一个向北京施压的一个条件 那更加让北京感到这个面子上啊 是头疼的事情的 就是川普啊 在这一次的这个签约仪式上 他又要大做文章啊 本来啊 北京他是希望悄悄的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就算了嘛 他绝对不想来一个什么打仗旗鼓的协议 所以呢 北京官媒对这一次这个中美协议啊 这个仪式呢 他们是绝口不提的 可是呢 川普就是好像故意他要和北京是过不去了 川普就要把这个仪式搞得非常的隆重 他要在仪式上这个大做文章啊 根据美国方面的报道呢 这次呢不仅是川普总统他要亲自出面签协议 他还隆重的邀请了美国各州的代表 国会议员代表 大约200多人要参加这个签约仪式 这么200多个人参加这么隆重的签约仪式 在美国呢其实也是不多见的 估计啊 这就是川普他要把这个签约仪式搞得隆重的目的 其实也就是要警告北京啊 就是你千万不要违约 那么如果是你违约的话 今天这么多人都见证了这个签约仪式 你以后违约这个代价自然是非常大 也就是说警告北京啊 你这个违约的代价会有多大 还有一点啊 就是川普这次在这个签约仪式上大作文章 就是他本人亲自呢 要和刘鹤来签这个协议 按道理说啊 川普他是美国的一个总统吧 他应该让美国这个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和刘鹤去签协议 这样的事情呢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莱特希泽啊 他是一个政部长级的官员 刘鹤是一个副总理 这个副总理啊 比部长略微高一点点 双方基本上是地位平等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平等的签协议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一般国际两国的协议 都是由两个地位平等的人来签嘛 可是呢川普呢 他偏偏不按这个正常的情况出牌 他本来是可以让莱特希泽签的 他不让莱特希泽签 他亲自非要去和刘鹤签协议 川普他要亲自和刘鹤签这个协议的话 不仅是从估计上来说 这个不正常啊 而且呢他会在程序上也要产生问题 特别就是在双方这个地位平等的问题上 会产生问题 因为你一个总统和一个副总理 他们两个人这个身份地位相差太远嘛 这两个人身份地位完全不平等的人来签约 这也是没见过的事情了 算是一种创新了 我们看不久前呢 川普啊跟墨西哥加拿大 他们签署叫做美墨加三国协议 还有和日本啊签署这个美日贸易协议啊 他都是川普总统是和对方这个最高领导人 他是直接去签协议的 这种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签协议 不但是一个国际惯例 也是一个签就是你签约仪式啊 双方也是一个地位可以平等嘛 但是呢这一次呢 川普总统和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去签约 那肯定你就没有办法在程序上搞成一个双方地位平等这么一个场面 刘鹤他在国内和习近平 他是不可以平起平坐的 他到了美国来 你当然也不可以和川普总统平起平坐嘛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这一次签约协议会出现一个什么场面呢 大概这个场面我们都没见过 但不管怎么说吧 可以肯定的一点 那在这个签约的仪式上啊 川普应该是在一个比较高一些的位置上 刘鹤他会在一个比较低一点的位置上 那这个签约仪式啊就会提出来 就会就是说表现出来啊 就是中美双方好像是不平等的 就会让北京和习近平更加感到脸上无光嘛 有人或许会说啊 那么你这个谈这个中美贸易协议 怎么你和面子问题好像扯到一块去了 这个好像有一点扯得太远了 其实不然呢 川普这次你看他把这个签约协议啊搞得是这么隆重啊 要请来两百多人啊 要见证双方来签协议 这个事情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没有实际意义嘛 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嘛 所以呢 应该啊这一次川普是故意他要把这个中美贸易的签约协议啊 和这个面子问题要扯到一块去 就是要把这个贸易协议和面子扯到一块去了 川普啊估计他是知道习近平啊 他很爱面子嘛 所以呢 川普说你习近平如果是不亲自来签约的话 我就不给你面子了 从这一点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川普这个人对中国呢 还是很了解的 所以他这一次啊 在这个签约仪式上大做这个 就是所谓的大做文章啊 把签约仪式搞得这么隆重 其实就是对中国打面子牌 川普呢 知道习近平拿着特别爱面子嘛 所以他就要把这张面子牌啊 打到习近平脸上 打的习近平会很疼的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